文章和马依丽已经成为了娱乐圈最著名的月经帖 二人关系最近一次奇妙解读 来自于文章回老家二人闹离婚 在这一次之前的一个趣味现场是 马依丽庆生文章想靠谱 在上月27日中秋节当日 马依丽带着女儿爱马 和似乎差不多大的文章从西安返回上海 并且在次日同返甚至连自己都未到过的故乡 江苏如东县冰茶镇 当日是中秋节 机场满满都是赶着归乡的旅客 一家人从文章的老家西安 赶回马依丽的老家上海 这种两敌过节的节奏也实在是醉了 没有墨镜 口罩 一家三口反而丝毫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马司令霸气十足 站到行李带旁等待行李 而文章和女儿爱马则在一旁打闹 这场面犹如马依丽带着两个孩子 爱马先是主动挑战文章 似乎想用被摔技巧给文章一个漂亮的过肩摔 但毕竟人小力亏失败了 然后文章果断反击 用抱腰技巧将爱马脱离地面 在经历了两分钟的艰难博弈之后 俩人一直打到行李带跟前 最终爱马伸出双手表示自己已经投降 整个场面似乎有儿童柔道摔跤比赛的意思 马司令你不管管吗 小朋友不摔到自己 碰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然后两个小朋友拿着行李 手牵手 欢欢乐乐地走出机场 次日根据马司令的微博 一家人前往江苏如东县冰茶镇 自己都从未到过的故乡 带着两个孩子的马司令也够累的 搜狐视频 罗伯报独家报道 关于文章和马依丽已经成为了娱乐圈最著名的月经帖 二人关系最近一次奇妙解读 来自于文章回老家 二人闹离婚 在这一次之前的一个趣味现场是 马依丽庆生 文章想靠谱 在上月27日 中秋节当日 马依丽带着女儿爱马 和似乎差不多大的文章 从西安返回上海 并且在次日同返甚至连自己都未到过的故乡 江苏如东县冰茶镇 当日是中秋节 机场满满都是赶着归乡的旅客 一家人从文章的老家西安 赶回马依丽的老家上海 这种两敌过节的节奏也实在是醉了 没有墨镜 口罩 一家三口反而丝毫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马司令霸气十足 站到行李袋旁等待行李 而文章和女儿爱马则在一旁打闹 这场面犹如马依丽带着两个孩子 爱马先是主动挑战文章 似乎想用被摔技巧 给文章一个漂亮的过肩摔 但毕竟人小力亏失败了 然后文章果断反击 用抱腰技巧将爱马脱离地面 在经历了两分钟的艰难博弈之后 俩人一直打到行李袋跟前 最终爱马伸出双手表示自己已经投降 整个场面似乎有儿童柔道摔跤比赛的意思 马司令你不管管吗 小朋友不摔到自己 碰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然后两个小朋友拿着行李 手牵手 欢欢乐乐地走出机场 次日根据马司令的微博 一家人前往江苏如东县冰茶镇 自己都从未到过的故乡 带着两个孩子的马司令也够累的 搜狐视频 罗伯报独家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